就是麦卡的兒子一直跟很放電 我其實沒有跟他聊天 我就是問他說你以後想不想打排球 然後他就說想 然後我就想說 喔這搞不好以後就美國隊的主力 阿姨已經先合照過了 哈哈哈哈 先超前部屬了 對啊 歡迎收聽這個我們場外說 我是阿徐 那前陣子的巴黎奧運呢 大家應該都度過非常熱血的兩個星期 除了其實看台灣的比賽之外 台灣的選手的比賽之外 相信各位熱愛排球的人 當時也一定是很關注排球的賽況 那我覺得每次的奧運 然後賽況都是更 比其他比賽都更難以預測 然後也更多的五局大戰 非常辛苦 那在看完那麼多 驚涛太浪的比賽之後呢 都會覺得有點空虛 到現在還是有點空虛 所以今天非常特別 我們的來賓不是球員 我們來 應該是邀請算是媒體的伙伴們 對 然後他們也是 都是在奧運現場 有見證過奧運的精彩賽事的人 那也是藉由這個機會呢 我們一起來回味一下奧運的熱血 那歡迎愛爾達熱愛排球的體育主播 魏楚瑜跟關心瑜 耶 大家好 我是心瑜 肥得更高 跳得更遠 天空才是排球員的極限 大家好 我是愛爾達 體育台的主播魏楚瑜 Too much 非常熟悉的開場 這兩個禮拜應該聽到很多這樣子的開場 不要再嫌膩了 還好我沒聽到 你要我講 我現在可以一直講給你聽 MASTER BLOCK 不要再打亂人家 對不起 可不可以先請兩位稍微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雖然大家我覺得大家應該蠻熟悉兩位的聲音的 可是可能對兩位比較陌生一點點 對 Lady first 你先你先 哈哈哈 好大家好 我是愛爾達 體育台的主播魏楚瑜 那這一次的話 在巴黎奧運主要就是負責排球的轉播 還有各種中華隊的轉播 然後呢 待會我們一起來細聊 就是為什麼這一次排球 大家非常care的 一開始這樣看不到 為什麼後來每一場都有呢 待會我們一起來好好地細聊一下 所以這個是今天的一個節目重點 請千萬不要錯過了啊 好換我 大家好 我是星宇 那我的角色其實跟褚宇有點相反 東京奧運的時候他人在現場 然後我是轉播的那位 然後巴黎奧運的時候變成是 我是特派記者在現場 那褚宇就是主要在棚內 轉播排球的比賽 那我也很榮幸 當時有去了機場排球 就看現場的比賽跟採訪 那等一下也可以透過節目的進行 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嗯 好我想想先問兩位 其實就是 大家應該都很常常看兩位的轉播 那也蠻好奇 你們大概在體育圈工作已經多久了這樣 我是從2014 哇 學姐 快10年了天啊 好恐怖喔 其實我慢一年而已喔 2015啊 2015到艾爾達 嗯 都是兩位都非常資深的 體育前輩們這樣 所以明明就10年員工獎 對我可以領那個大獎金 哇 恭喜你欸 希望可以增加到10萬之類的 哈哈 自己亂講 好 那因為我其實剛剛給兩位的title是 熱愛排球的體育主播 但其實大家知道 就是台灣的整個體育環境中呢 其實排球 嗯應該 都比較不算是被這麼主流關注的項目 所以我覺得 熱愛排球這件事在體育主播身上 其實我覺得算是蠻特別的一件事情 所以蠻好奇說 兩位是 什麼 可能什麼氣息下開始接觸排球 或是什麼氣息下開始喜歡排球這樣 我是高中的時候 高中就開始起碼了 高中開始打 但那時候很爛 然後我們班有一個 因為我是緊美女中的 我們班有一個體育生 哇你好意思講出來耶 怎樣 為什麼不行這樣 我們班有個體育生 然後我們雖然其他人打很爛 但是就是由他的帶領之下 我們開始好像變得很喜歡排球 然後大學的時候就開始有打戲隊 但是出社會之後就有一陣子 真的就沒打 然後後來是 有時候那個 就我們戲女排的一些學姊妹 還是會打 就是可能一年打一次的那種 然後後來可能又重新打到 就是 真的又好熱血的感覺 然後就重新的又在 就打排球啊 然後跟別人 就是可能去世大福東抱隊啊 這種 才又開始 對排球的熱愛這樣 所以現在要打得好嗎 還不錯啊 比你好 哈哈哈哈 那廚裕呢 不好意思我們就要讓主持人失控這樣子 我的話也差不多啊 因為蠻多人應該都是這種高中大學 去打戲隊校隊這樣 我不是校隊啦 我是戲隊而已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 欸排球其實就是打 但是沒有看 但是呢就會覺得 欸打排球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因為他是團隊運動 然後因為團隊運動的話 你一起拿到那種勝利 然後去救每一球 然後去得每一分的時候 那種 你距離會更好 所以就覺得哇排球帶給 呃 我們的一個人生價值觀 尤其我自己啦 就 大家也很常講嘛 球部落地永不放棄 我覺得這跟 人生的價值觀就非常的match 我很喜歡 然後 後來就進入到職場 開始跑體育之後 欸也去採訪像是 企業排球聯賽 對 然後還有那個HVR 高中排球聯賽 喔天啊 我超喜歡高中排球聯賽 因為每次去 高中排球聯賽的那種 採訪啊 那真的是熱血 而且你會看到 看到小朋友的那種 呃 真的是為了每一場比賽 然後團隊一起去努力 就算 對手比他們強 可是不會去 有任何的確戰那種感覺 所以就覺得 喔可以透過職場上 然後 然後 呃去採訪這些排球員 然後國內 國外的排球員 賽事等等的 會讓你自己覺得 欸 身為一個 喜歡排球的主播記者來講 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嗯嗯嗯 感覺你們喜歡排球的那個方式 跟我們 大家都蠻像的 就學生辭職開始 然後慢慢一直到後面 就繼續延續 對差別就是我們會被罵 哈哈哈哈 然後就是 媒體 對就是 好啦 哈哈哈哈 是是是 那其實 欸那你們現在還會打排球嗎 會 現在在工作 而且我們還蠻常一起打的 你蠻常一起打的嗎 對 對 那覺得 對方 怎麼樣這樣 很棒 之前有一段時間 我遇到很大低潮的時候呢 然後 星雲姐的舉球 重振星星 那時候我都叫他 就跟他講 他是我的黃金舉球 但是 星雲姐是打舉球的嗎 出去比較奇怪 因為我舉球 其實舉得很爛 哈哈哈哈 他就喜歡那種爛爛的球 就是激發他的潛能 對對對 可以逼出潛能 那種感覺這樣 好 對 以後有機會跟你一起打 我也舉爛爛的球給你打 沒問題 我常常看你們在打 然後都不邀請我們啊 好 我們以後一起打 好 我們辦個媒體杯 沒問題 大家一起打球 好 那鄭竹童剛剛開場的時候說到呢 兩位都是在奧運呢 負責很多嘛 轉播啊 去採訪各種 然後呢 所以我們今天先針對 巴黎奧運 那當然 那大概已經都講過我自己的 負責的工作 其實我蠻想好奇 想問的是你們覺得 在巴黎奧運這個期間 你們覺得最累的事情是什麼 海巡啊 哈哈哈哈 原來是海巡 不是在熬夜喔 開玩笑開玩笑 喔因為那個時差也是蠻累的吧 對啊 時差是蠻累 我覺得你們比較累 因為至少我們是現場是 正常的時間上下班 雖然說公時可能很長 可是你只要播到是好看的比賽的時候 還是會很熱血啦 對 因為那是奧運的最高殿堂 即便他是三局就結束了比賽 你還是會覺得說 每一球每一分的來回 是有很多的張力 而且奧運的轉播就是看那個 他們轉播單位一直在炫技 一直在各種那種 你說各種角度 高難度的炫技 可是有時候炫的 根本不是剛剛上一球 哈哈哈哈 多錯畫面 對 對奧運那個規格 他們有各種角度 或是他們有那個3D的圖什麼的 哇今年真的是蠻選跑的 我最累大概就是克服時差的問題 除此之外其實都是用我們的滿滿熱忱 這樣在支持排球 那星宇在現場呢 我現場其實還好欸 其實最大的挑戰就是交通 因為就是真的很大 然後像其實我住的飯店離排球場超級無敵遠 然後要坐官方接駁車的話 大概要轉50次的車吧 反正我後來就放棄 我就坐大眾 就是捷運地鐵那種 但是也要轉個兩三次 所以差不多都要 比賽前三小時就要出門 所以其實你花很多時間在交通上 然後你就會覺得 就是人生就是無止境的等待 但是到了那邊 然後看了比賽 你還是會覺得很熱血啦 但是一整天應該也要去很多個不同的場館吧 因為我們有蠻多組的記者 所以我們盡量就是分工 那可以的話就是譬如說我排球 我就想辦法伸出兩條新聞 我就不用花太多的時間 又要到別的場地 所以盡量啦 在可以的範圍之內 是這樣子去運作會比較有效率一點 嗯 好那剛剛其實剛剛楚瑜就有講到說嗎 大家很好奇說 為什麼會提供全場次的轉播 其實今年這一次真的是 造福大家 因為像我印象深刻 是上次的東京奧運 當時就沒有那麼多轉播 那我們要看的話 就拼命去翻VPN 拼命去找各種資源來看 那今年哇 超級方便 一次就看到底 所以蠻好奇 為什麼今年會有這樣的安排這樣 首先還是要感謝 台灣排球迷的督促 還有指教 好 那其實給我們有一些些的 一些聲音的一個回饋啦 我們還是有聽到 那因為 其實這在開始轉播 確定要全場次轉播的時候 我也有發文跟大家 講說我們的一個 為什麼會這樣的一個決定 主要其實還是會考量到 因為我們畢竟是電視台 要考量到第一個就是收視率 再一個就是節目的安排 因為我們轉播的是巴黎奧運 並不是巴黎奧運的排球或籃球 所以要去顧慮到的點非常多 一定首要考慮的一定是中華隊 一定是台灣選手出賽的 那台灣選手出賽之後呢 其實我們的頻道數 包括你看體育一二三四台 加上奧運的一到七台 還有一些MAX台的一些增開之類的 其實這個頻道的數量 一定是夠 for大家想看的項目這樣 尤其是主流的 那排球跟籃球一定是大家想看 那網球也是 所以我們的台長 他其實也有在問我說 祖宇你覺得這個我們排球要排多少場次 或以誰為主會比較好 那我有給他一些建議 那後來他的評估之下 我就跟他講說 其實你看像是這兩年 因為我們臨近 當然就是日本男排跟女排嘛 他們這兩年成績太好了 所以大家也跟著關注度有所提升 那另外的一些知名的國家隊等等 其實大家也都是耳熟能詳 所以後來台長他就說 好那如果一個一檔的排球賽事 如果抓兩個小時 我說不行太短 奧運的話你抓兩個小時肯定太短 他原本想說要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去接 那這樣可以把我們的排球比賽 排在我們的主頻道 體育一到四台 這樣的話就會中文直播 那我就說 你可能要顧大概2.5到3個小時 因為如果抓大概4局到5局 甚至3局可能你都要抓2.5個小時 5局的話那一定是超過3 所以他想一想之後 他會說好 那他會把預賽基本上都抓進來 那主要還是會以 大家熟悉的日本隊 美國隊 或是義大利女排這種為主 這樣子 那當然後續 預賽我們先試水溫 如果大家反饋是非常非常好 收視率也反映出來的話 那當然進入到淘汰賽 絕對是常常都會有 對 所以還好 也感謝 真的是要還好 這是大家一直在支持 然後也都有很認真的索定二打 不用翻牆 就可以看到比賽 很多真的像是那種凌晨2.3點的比賽 大家的收視率反饋都還是蠻好的 所以台長就說好 那預賽即將告一個段落 他就說 那我們這個淘汰賽 男女淘汰賽一直到金牌賽 包括銅牌戰也都有播 我只是有沒有中文或者是原因播出這樣子 所以大家一起努力啊 希望我們的排球可以之後變成是一個慣例 在奧運期間每一場比賽都看得到 對 就是要大家都多多支持 才能讓這個比賽一直播下去 其實這樣聽起來就知道 其實我覺得要播那麼多排球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為排球比賽真的很長 又很難預估 我是這次奧運特別有這個感覺 像那時候有一次半夜的時候 我就跟我室友說 我們爬起來看王冠猴游泳好不好 就起來看 欸 十分鐘就可以回去睡覺 奧運沒 和排球不是欸 排球你一起來就是兩三小時 對啊 所以覺得哇 能播排球本身就不容易了 那又播到全場次 真的是好好感謝 可是這邊我想就是補充一下 因為很多觀眾可能不知道說 因為當初很多人在抱怨的是說 我們節目表沒有排出來 所以大家就很緊張 覺得說那艾爾達沒有播 我趕快要去找別的方法嘛 不管是去國外買還是什麼VPN之類的 可是因為大家知道說 奧運這個東西跟平常的一些 譬如說我平常轉播羽球的巡迴賽 是完全不同 他可以很早就知道這個賽程 但是奧運真的要顧的項目太多了 所以我們真的如果從以前就有注意過 我們就知道說 奧運基本上就是前一天 我才可以確定明天 我到底要中文直播哪些搶次 包括講評老師也都是前一天才知道 所以為什麼我們沒有把節目表拍上去 是因為這個原因 不是說我們不播 或是要掉大家的胃口並不是 而且因為那時候我在社群上 其實就真的看到很多人已經在抱怨 而且可能因為他們就覺得很不開心 所以他們用詞都會比較激烈一點 那我覺得也沒有必要去跟人家在那邊互相嗆聲 就是我就直接去問我的主管 我說欸因為現在已經有一些聲音了 那我覺得因為像我跟儲鈺 我們其實已經長期都會排球的這個東西 我們時不時就是 也不是說給壓力 但是就會問主管 欸這個有沒有要播 就是會去主動的要求這件事情 但是我們也不會說什麼態度不好 我們就是問一下 然後主管大概也知道我們的意思 然後就說喔好好好 他會放在心上 那只要可以他就盡早的把這個賽程排出來 讓大家知道說其實我們轉播很多的比賽 那你看後來真的比賽也排了嘛 那有些可能是原因播出 但大家最後還是覺得說欸還是很好 就是至少還是看得到這樣 所以我覺得大家要互相體諒 不是說我們不播 或是說電人家的胃口 就是他的運作模式就只能這樣 嗯這樣聽起來就知道 就其實不是大家想的這麼簡單 有很多的一個背後需要考量的因素在裡面這樣子 因為一定是中華隊 他有可能到了現場他才抽籤 那他的賽程才會知道 所以一定會以中華隊的確認好之後 才有心力去排 排球 籃球 網球 其他的項目這樣子 對 而且我覺得就算假設沒有播到全場次 那也不是誰的問題 就是大家都努力去爭取 不是 因為像其他項目也哪有什麼比賽 是全部播的 你說羽球 羽球在國內算是已經是很紅的一個項目了吧 也沒有說每一場啊 他第三第四場地也是沒有 有啦 好像這次有 哈哈哈哈 自己講 因為巡迴賽的時候只有主場地有轉播嘛 那羽球像他是三面場地 這一次奧運確實都是有 但是真的不是每一個 你去看別播 我跟你講什麼沒有全部轉播好了 網球啊 就有人在說謝淑薇的幹不到 這個太事了啦 對 那時候對 這在謝淑薇的第一場 剛好就沒有轉播訊號的差 訊號那個也有無能為力 然後詹家姐妹就有 所以觀眾更生氣 觀眾可能覺得你兩個都不播就算了 為什麼 結果詹家的一直演在 嗯 嗯 對 好這是題外話題外話 題外話題外話 也沒有辦法啦 對啊 不可抗 不可抗力的因素 所以我覺得大家就是觀眾們 就是多用體諒的心 那有播的話 那很好啊 把今年就是真的給大家都很 很方便的管道去收看這樣 非常好 好那現在想問現場端的話 其實大家都看到 艾爾達州出一個美國男排的訪問 對 那看到的時候 超級興奮的 也就是Christensen Matt Anderson 哇一定非常多人都很喜歡 所以自己也蠻好奇心於在訪問 做美國男排這個過程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或是有什麼是 沒辦法放進來的 因為新聞很短嘛 那有什麼東西是 沒有放進來 可是你可能印象深刻的過程這樣 其實在 要去採訪的時候 而且廚裕也會給我一些壓力 就說你要去找誰誰誰 要請他跟我告白喔什麼的 阿爛王子 我的阿爛王子 他在東京有做過這件事情 但是 真的 因為那時候就是賽程的安排 我就是 我每次想去採訪排球 就是一直被往後延 然後我是真的到很後面 才有機會去採訪 那我的第一個採訪就是 南排的銅牌戰 所以就是美國隊意大利嘛 那其實我原本對這兩隊也都是 就是有欣賞 但是我並不是那種 哇就是會把他們視為 大偶像的那種 所以當下其實我比較專注在說 我很怕球員拒絕我 就是不放 然後還好 因為美國贏球 所以可能美國的心情都很好 加上因為像你剛講的那兩位主力球員 他們都是爸爸了 所以他們其實 一贏球之後 他們也就是找小孩啊 然後整個氣氛就非常歡樂 所以就是 訪的這個 他們氣氛其實就蠻好的 然後 就有問必答 那像我那時候 我還要訪意大利的那個 Micheletto 但就是意大利輸球嘛 然後就看得出來 他心情就是沒有很開心 而且他看到我 因為我就會一直很怕他們覺得說 就可能西方的一些頂級的球星人 看到不認識的 又是亞洲也不知道哪一國 可能就會覺得說 我們是Nobody 然後不想要我們訪問這樣 然後像Micheletto看到我的時候 他好像原本以為我是日本人 但我不知道有沒有誤會 因為他看到我的時候 他就回頭看一下工作人員 他可能以為我不會講英文 然後他也想說他無法跟我溝通 那要怎麼訪問 結果他看了一下工作人員之後 我就立刻用英文問他 他可能就發現這個人原來會講英文 所以我開始就跟我 就是有開始訪問這樣 但過程當中看得出來 他就是心情沒有很好 但他盡量的還是 就是有回答我的問題 所以就是 對 就是 在那一次的訪問當中 我覺得整體來說還算OK 就是我有達到我自己期待 可以訪問到的一些問題 那至於像就是 美國隊 就是兩位選手他們 其實講的蠻多的 那當然因為新聞 只有大概兩分半的時間 那像我還有訪問 跟自由球員 還有Defaco 就是我訪問到蠻多人的 對 但可能就是他們還講了什麼 可能之後我會就是放上YouTube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會會 拭目以待 好期待 我會把他診斷 因為我覺得 訪美國隊的那個氣氛就是真的很好 然後他們也就很放鬆的 就是接受訪問 所以我覺得他們有把一些重點 就是講出來 這樣 那包括 我很期待你問那個 那個藍中那個Averill 哦我沒有問到他 他真的很像鐵男躲避球 就是有鬍子的那位嗎 對對對對對 他很逗趣欸 對他感覺他一定很好聊 對 可是因為我沒有等到他 可能他們就在裡面一直慶祝 所以我們其實在外面等很久 嗯 然後我就先抓義大利 Macheletto 然後抓了之後 就是那個Defaco出來 然後本來想說算了 就算沒有 問到Anderson他們的話 我想說Defaco也還OK 就講的蠻帥的嘛 所以他全場你知道嗎 哇 延遲來判斷就對了 我跟你講全場 他累大概不行 他完全沒有任何的興奮感 我就問他說 欸現在心情怎麼樣 他就說 I'm exhausted 你說Anderson是不是 沒有就是那個Defaco 然後我就想說 是有多累 因為他打的不是 哈哈哈哈 對就是是有多累 他的四強戰有看嗎 他打四強戰打得非常不好 他的銅牌戰也還好 哈哈哈哈 但我想說 也是一個頂級球星啊 而且最後是 好像是要去日本對不對 對對對 就想說還是問一下 結果他就 都給我講一些比較 空洞的內容 這應該不會翻譯成英文 傳單給他聽吧 對 對反正就蠻妙 然後後面 但還好Anderson跟那個Mica 就是都有接受的方案 對對對 他們抱著小孩訪 真的是超級可愛 對啊 而且拜託我跟妳講 欸是Mica還是Anderson 就是Mica的兒子 一直跟我放電 然後我還問他 就在旁邊啊 因為他就是一直在看電視 那邊有一個螢幕 然後就在重播 然後就在看他爸爸 然後他就看得很開心 就一直不走 然後我就跟他 我其實沒有跟他聊天 我就是問他說 你以後想不想打排球 然後他就說想 然後我就想說 喔這搞不好以後 這美國隊的主力阿姨 已經先合照過了 哈哈哈哈 先超前部署了 對啊 就趁他在那邊 提前部署個實務員 趁他在那邊看電視的時候 我就會在旁邊這樣合照 欸Mica平常都會跟他 小孩打球啊 都會 他在社區都會發的 對對對 因為他兩個兒子 比較大一點 提早朋友 以後15年 就是美國隊主力了 對啊 好我們好好期待 真的 那其實我剛剛有提到說 因為你去做排球內容 但是我滿好奇是 你們現場會怎麼安排這些人力 因為怎麼講 一定是以台灣的中華隊的比賽為主 那怎麼會去安排到 可以去做到排球這件事情 因為後面其實 台灣選手的賽程就越來越少 就剛好那個項目的關係啦 所以後面其實 項目真的不多 所以就變成我就是比較有人力 然後我也會跟我的組長 就說欸我想去採訪這個 我就說因為其實他們 在排球這個項目當中 真的是很頂級的球星 才會來打這個比賽 所以我覺得是機會非常的難得 所以就是對 我的組長也會讓我去做這件事情 那奧運現場的訪問跟其他的 可能比賽他們的流程 會有什麼不一樣嗎 還是就差不多 你說排球嗎還是 排球或是排球 因為排球我們比較少 訪問到外國的球員嘛 那跟平常其實差不多 就是反正你就先看比賽嘛 比賽結束之後你就抓人 那一開始我會比較緊張的是 因為前面我有一天 是我自己調整休假 然後我有先去看了比賽 然後就是觀察一下動線啊 然後包括魂彩區區在哪裡 我都先去看 然後之前就看了之後 我就發現排球場的工作人員 雖然他們會幫你抓人 可是他們有時候人不見 所以你根本是沒有工作人員的情況 所以就變成你要自己抓人 他們就是走過去之後 你就問 對 你就是要大膽的問 就說可不可以採訪你 但是被拒絕就算了 像我那時候剛去的時候 我是看中國對土耳其 那應該是八強賽吧 女排 然後那時候就中國輸了嘛 然後土耳其他們 大概也沒有預想 他們可能原本覺得自己有可能會輸 所以贏了之後 他們其實是全隊都在哭 就是很感動 很興奮的那種哭 然後就是 但是哭的情況之下 就是你也很難問 就是我看有些人 叫他們 他們就是直接走掉 就是邊哭邊走掉 就很開心這樣 然後我就很擔心說 那我實際去採訪的時候 會不會也遇到這樣的問題 所以那沒辦法 反正你就是勇敢的 一直問 被拒絕就算了 再等下一個這樣 所以那時候像我 就男排的同排戰 反正我先看到誰 我就先問 Micleto 然後Defalco 他們都願意 但是因為他們講出來的東西 比較沒有那個 新聞的感覺 就是包括講Defalco 可能他就太累了 不興奮 然後那個 Micleto是因為輸球嘛 所以心情就沒有很好 但還好後面就是問到 就是包括Mica 還有那個Anderson 跟自由球員 就是他們回答的東西 都是 就是在新聞當中 很適合放在 新聞的一些訪問 所以就覺得OK 有達到就是 我想要的東西這樣 休止有講些什麼特別的東西嗎 我想說新聞好像沒有靠休止 我跟你講 我要對他很不好意思 是因為 我訪完Mica之後 那個Anderson就來了 但是因為Anderson 就抱了他的小孩 然後他看到我之後 他就說你等我一下 我先把小孩丟給媽媽 然後我就在那邊笑 我說好啊好啊 然後他走了之後 我就一直跟我攝影講說 他會被騙我 他只是就是不想接我訪問 然後那邊假裝他會回來 然後我就沒辦法 然後這時候 就是那個自由球員走過去 我就先問他 然後他人也很好 然後我在準備問到 第二個問題的時候 他也是侃侃而談 然後這時候Anderson真的回來了 然後Anderson就抱另外一個小孩 他就看到我在訪那個休息 他就在旁邊等我欸 他也沒有先去接受別人的訪問 然後我心裡就有一點壓力 我想說我竟然讓一個這麼大的休息 在旁邊等我 然後所以休息講得差不多的時候 我就沒有再問 然後我覺得一副就是 你知道很傻 趕快結束 就對他不好意思 但是因為就是 我已經先跟Anderson講了 所以剛好這個時間有卡好 並沒有讓Anderson等太久 所以後來自由權就離開 那也去接受別的媒體的訪問 然後就開始問Anderson這樣 嗯整個感覺也是一個蠻幸運的過程 對對對 還有說你是不是有訪到美國 女排 喔女排對對對 那是金牌戰的時候 可是那個當下比較不好 就是媒體太多了 就是因為他那個都是 那叫什麼 first come first serve 就是先到先贏 對 就是你先到就是可以去訪問 那如果沒有空位的話 他就不讓你訪問了 所以那時候我們拍完那個 呃 頒獎 出去的時候我真的大傻眼 因為我沒有想到媒體這麼多人 完全沒有任何空位 而且那時候我本來也想說 欸可不可以就是 讓我在就是 呃 他 因為還有很多格子嘛 旁邊讓我訪 結果那個工作人員就還蠻強硬 就說不行 就是這邊 如果你沒有卡到位子 你就是不行 就是等 然後我就想說 蛤 怎麼辦怎麼辦 然後就一直在等待的時候 我就想說 欸看到一個香港的媒體 然後我就問他們說 欸可不可以 不好意思可不可以一起這樣 然後還說 喔好 只要你們的攝影機不會擋到我們 那我們就一起 可是就變成說 我們是要跟他同一時間訪問 所以我們是分割他們的時間嘛 所以我也不好意思訪太多的問題 然後加上 因為像美國男排 我就有很充裕的時間 還可以說 欸 可不可以跟台灣的觀眾問個好啊 說些什麼 那像美國女排的話 那時候就真的是沒辦法 我就也不好意思再問這個問題 因為我等於是 佔用人家的時間 嗯 當時美國女排是訪到誰啊 我是訪到Larsen 就還 然後還要訪問意大利女排的 是Sila Sila也有 Sila人也很好 但是她可能就是 英文 其實我覺得她英文也很好 可是她有時候自己講 她可能就覺得 欸 這個字對嗎 什麼 就開始自己懷疑自己 然後我就說對對對對 好可愛 就蠻可愛 就他們兩個人也都很親切 對 所以我就覺得超圈粉的 這些大明星們 其實都對各種 就算是看起來 比較不熟悉面口的人 他們都還是蠻親切的這樣 那剛才說訪到Larsen 這邊也想問褲玉 因為褲玉在東京奧運是去現場嘛 然後當時也是有出一個 我記得那個影片是 有Larsen跟Thompson 對對對 然後因為我超級喜歡Larsen 看到就覺得好開心喔 所以也蠻好奇在 東京奧運的時候 在這個過程是怎麼樣 因為東話很特別那時候是疫情的嘛 所以 所以他的 他的整個 其實採訪的時候 跟今年是完全不太一樣 所以那時候 其實我們都必須要透過工作人 那時候東話工作人 是蠻不錯的啦 有求必應這樣 基本上 他就問我們說 你想要找哪些選手 然後我就跟他開名單 我都會跟他開到三到五個這樣子 然後他說好 那我就 就是會盡量幫你找 那如果時間問題或怎麼樣的話 沒辦法的話 那就可能兩個 或一個這樣 我說沒關係 反正有的話也都不錯這樣 然後那場 訪問到Larsen跟 Jordan Thompson的比賽 是他們預賽對中國隊 對對對 上一個奧運週期的時候 中國隊超強 對 所以也被視為是 在東奧的時候 一個多金的熱門這樣子 可是後來就是 在預賽的時候 就輸給美國這樣 然後那一場呢 因為場邊 其實因為那時候 都沒有觀眾嘛 所以我們就 我們就先在觀眾席上 看比賽 然後呢 我前面全部都是 中國的 媒體 官員 然後 貴賓們這樣子 這樣這麼多人可以來到現場 那時候在一起 厲害了我的國 哈哈哈 所以 所以就是比較 比較 大團這樣子 然後因為 他們可能看到 就是 也是 華人連控吧 就可能 很下一次就覺得 我應該是 來看中國隊的 結果美國隊得分的時候 我就說 Yeah Let's go USA USA 你好敢喔 我都不敢 真的嗎 我都很小聲 就 你都不敢出聲音 因為現場 沒什麼美國的那個 加油啊 我想說不行 我就 不好意思他們加油 因為我也 我覺得美國跟中國 其實撇開這個 政治關係來講 我覺得這是好比賽 是good game 嗯 不論是中國的比賽 球員或者是美國這樣 當然 我是覺得 美國隊這邊的 球風那時候 他確實打得比較好 也是 勝出了一方 這樣 我只要在那邊喊 Let's go USA 他們就會全部往後看 真的假的 喊到他們都聽得到 一定啊 然後就會有一種 很兇惡的眼神 在看著我這樣子 哈哈 哦 就中國的人 全部都 中國的 對 然後下去的時候 採訪的時候 因為那場中國輸 所以那時候的 我忘了隊長是不是朱婷啦 然後朱婷就是走過去的時候 就是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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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受訪不受訪 然後就走掉了 然後後來只有那個 郎平代表 接受央視 還有一個比較 一些比較大的 中國媒體訪問 然後他們都是集中在前面 大概 哦那天 中國媒體大概去了 七八加油哦 這麼多 對然後 可是明明美國隊是獲勝方 美國的媒體只有兩家 那再來就是我們 所以 美國隊來接受完前面兩家 美國媒體的訪問之後呢 就來到下一站 我們應該是第三站了 然後看到我的時候 我就說 可不可以等一下我們訪問 他們一開始傻眼 想說 你們是中國的媒體嗎 我說不是 我們是come from Taiwan 他說哦 台灣OK 然後第一個就是 Jordan Larson 他就是 Larson姐姐就非常的和善 像幸運姐講 哇真的是有文必達 而且 侃侃而談 他講的內容 還有很多的東西 會讓你 放在新聞裡面 非常好用 嗯 那Larson結束之後呢 就是Thompson 因為Thompson那樣比賽打超好 打很好 對對對 對所以Thompson也非常開心 嗯 然後呢 這個禽獸報告要感謝我們的VOL 對 一開始我對美國隊完全不少 真的 那後來我到現場的時候 我還問窮文說 欸 那個美國隊有沒有哪些 窮文是比較厲害的啊 他說欸 那個就跟Thompson啊 他好像是 原本不是在那個政選 後來才進去的 然後就打很好 說欸這個不錯 剛好那一場他又打非常好 大家叫他刑記寶貝很可愛 刑記寶貝 所以來了之後呢 你不要一直幫人家亂取名字 哈哈哈 親戚寶貝是窮文獎的 不是我 是喔 哈哈哈 然後呢 所以他真的叫親戚寶貝嗎 超像啊 做我講的 哈哈哈 雙手在這邊 這一個資訊來自VOL 不是我 不是我這樣子 然後來了之後呢 他也是非常聊說 他在整個備戰 冬奧期間他的準備 因為那時候他算是蠻年輕的球員 現在也蠻年輕啦 所以聊完之後呢 我就說哇天啊 這兩個也太全粉了吧 結果呢 不是我要求 先要求合照的 我是隔壁的一個 也是香港媒體 他們後來才來 然後要跟我們一起問 美國隊 結果那香港媒體 可以先跟那個Larsen還有Thomson說 我們可不可以一起Selfie 然後他們說 Of course 可以啊 然後我就剛好講說 天啊裡面也可以 那我不能數 我也要拿開 趕快來Selfie一下這樣子 有Selfie 有有有有有 哇 非常開心啊 所以那時候的一個 也是直接就被美國女排圈粉 所以這一次他們 打進金牌戰的時候 我就覺得天啊 好希望他們能夠再拿到 金牌這樣子 我會覺得 余佑榮媛 所以決賽是不是你播的 不是 決賽不是我 因為你知道東奧的時候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 Thomson被你訪完之後就 怎麼樣就 他都是不是翻船嗎 對他翻船 對對對 就後面的比賽都沒上了 Thomson我今天播他比賽是 八強還是四強 他打超好 替補上來然後打超好 可是他好像現在都是替補的角色 對對對 因為年紀比較健長 他們還是很多那個好的學妹上來啊 對對那我蠻好奇剛剛信譽有說 說是你在東奧的時候有做一些要告白的舉動這個 不是我告白 是有人要求要球員跟他告白 等一下我沒有要求 我只是跟你講說那個Ivan長得很帥 幫我多拍然後或者是訪問他 我沒有叫你叫他跟我告白 然後我就真的訪問到那個Ivan是俄羅斯的嘛對不對 對9號 就訪問到那個俄羅斯的球員 他就結束之後也是來到那個混合採訪區 然後我就說 可不可以我們有一個主播他叫Debby 他很喜歡你你可以跟他講說Debby 然後跟他打個招呼這樣 結果他說OK啊然後就直接講Debby 還署名耶我的天啊 Debby Thank you very much Debby for fun me I like it thank you very much 我有嚇到 是不是然後這個真的應該好好的珍藏起來那個片段 我有珍藏啊 對啊 還是那時候你們要找一下幫我補放這個畫面 對後製上這樣子 而且俄羅斯太難得了後來就 可能也訪不到 再訪不到俄羅斯咧 你看空前絕後耶對不對 是不是 對啊然後後來還有那個阿根廷的那個Losser 對Losser的話也是有訪問到他 然後原本也是想要跟他講說 給我跟Debby講一下 可我沒有喜歡他耶 我都一直幫你謀福利這樣子 所以我這次去巴黎的時候 他有警告我 他說要什麼日本女排是不是 對啊我想要那個四川甄佑嘛 對他要我去叫人家跟他告白 就是類似像他幫我做的那些事情 欸我操口都幫你想喊 你就去跟四川甄佑講說 Bloosang Daisuke 這樣就好了我就蠻熟了 然後他講完還說 他本來不知道現在 反正他的要求很多 他先提出了第一個要求 我就說 他就說你沒有做到的話 你就不用回來 然後我就直接跟他講說 還是我現在先去辦那個巴黎的永久居留站 就是不要回台灣 就是你這件事我怎麼肯做得到 是 但後來是因為真的 我也沒有見到日本女排啊 就是時間對不上 然後美國女排我剛才已經講啊 根本沒有時間問 我後來就說 好啦我原諒你 那你用游泳回來就好 你看那個人多過分 好難 對 那日本女排真的 太難了 這件不可能吧 見到他們他們會 你看連那個Coga對他老公都 就是當眾都不太敢講一些有的沒的 更何況是在跟你這個陌生人 後來我想說退而求其次啊 你去幫我訪問一下那個土耳其女排也好 我土耳其女排真的很準 四百多萬那個粉絲那個叫什麼名字啊 那個藍中 Gunish 連KD都去讓他站 對 那我也是沒有訪到 沒關係沒關係 好下次四年後的洛杉磯奧運 請再派我去 我一樣不會幫你問 哈哈哈哈 這樣可能要先尋覓一些年紀小一點的球員了 對四年後的話 好 對 我們現在尋覓一些小 這可以講嗎 我剛以為你是要說先找那個 未成年的 不是啦就是年紀比較輕的記者 我會幫魏楚玉達到這個門檻的人 我希望四年後我可以自己再去 自己來完成這種 這個大叔的要求 還是現場說可以跟你告白這樣子嗎 我如果到現場的話 我絕對不會要求他們跟我告白 那你敢跟他 對啊你敢跟他講嗎 譬如說你看到你的 哪一個女排的偶像 你就說你可以 對著鏡頭說你愛我 不會 對啊這也太 太丟臉了吧 我會請他說 來跟我們台灣的排球迷 講一些話這樣 那也會邀請他說 希望你有機會可以來台灣 旅遊也好 或是說來台灣交流也好 這樣應該就會 幫大家謀福利啦 這樣子OK 那要對特定的人 我覺得太害羞了 所以Ivan那個真的賺到 真的賺到 他俄羅斯人都好神奇喔 感覺比較少知道他們 是什麼樣子 而且他說他算是少數 英文還講OK的喔 我一開始都有新聞他說 英文OK 他說OK No problem這樣子 然後用簡單的英文來回覆 如果他不知道怎麼講他就會請旁邊的翻譯 來幫忙講這樣子 你會不會想像俄羅斯感覺會 很讓人害怕的感覺 那戰爭前不會啦 戰爭之後的話可能會 講到這個 因為我有去訪沙牌 然後有一個德國 就是後來得銀牌的那一組 因為你知道他們很高 然後臉就是知道德國人的樣子 就是我也是覺得說 哇 你發言要小心什麼叫德國人的樣子 不是因為德國人看起來都是比較嚴肅 大概應該對於他們的刻板印象都這樣 正氣凜藍這樣 對然後他們 然後那個其中一個又很高 然後 反正他們下來的時候也想說 會不會就是你知道 就是也很可怕很難訪之類 就沒有超級親切 就是跟場上完全不一樣 沙牌真的超好問 我那時候去東方訪沙牌選手的時候 我原本想說 哇會不會很難問 結果訪問到美國跟加拿大的女排 天啊超好問 而且連那個場館的經理 就是媒體經理 我原本想說 他有問我們說 欸你們想要問誰 我想要問這一場比賽獲勝方 然後他說OK啊沒問題 我還問他說 會不會 選手會看到我們亞洲的 或是台灣的 結果不讓問 他說不會絕對不會 我跟你保證沒有問到的話 你來找我這樣 對啊 而且他們就是下來之後 哇超活潑欸 真的打沙牌球員 給你們一個讚 太棒了 很陽光嘛 最近台灣也有沙牌比賽 在桃園喔 是正在舉行對不對 正在舉行 播出的時候可能已經 打完 所以比較後面播出 欸其實蠻好奇 因為剛剛聽到那麼多 可能訪問一些很大咖的選手們 那我其實蠻好奇 你們覺得他們在 應對媒體 有沒有哪些特別的感覺 聽起來好像他們都是非常 親切的 有沒有以為可能大咖的 可能會比較距離 但這聽起來好像不會 可是我覺得沒有欸 沒有還是 然後那個欸根奴就 就是臉 呃 不能說臉臭 因為贏球嘛 可是我觀察到的 他就是會刻意去閃躲 媒體的眼神 他不會給你對到眼 他不會讓你有機會去問他說 我可不可以訪問你 所以我覺得他就是 我不知道是他個性的關係 怎麼樣就是他可能就是 沒有想要受訪 對就會比較有距離 對 所以我覺得可能還是要看個人 看個人 可是像是Larsen這種 因為他以前也是 曾經是隊長嘛 就是一個球隊當中很重要的球型 所以我覺得他們多少也都知道說 欸怎麼樣的回答 其實是媒體會想聽到 當然他們可能也就是很親切 然後加上可能贏球氣氛也很好 所以其實講出來的東西就是 新聞都可以用的 對 我去訪那個高中排球聯賽的時候 我都會抓隊長來 我就跟隊長講說 你知道為什麼你可以當隊長嗎 不是因為你球技打得好 是因為你會講話 你為什麼要補一句說 不是因為你球打得好 沒有啦比較熟的會這樣 因為通常來講 隊長都是要凝聚士氣 所以會比較容易 痾痰 就比較醫屬性的那種這樣子 但確實在做學生練賽的時候 不知道要訪誰 就一定是訪隊長 沒錯 沒錯 但通常我覺得HVL都好玩 就是不是只有HVL 就是比較年輕 像高中這種 就只是很難放 現在好像很多欸 我覺得現在會講話的越來越多 那可能我太少出門了 我以前訪的時候 我就覺得天啊 就是小孩子就不太會講話 誰講出來 誰誰 我記不得他們的年紀 哈哈哈哈 不是 可是也合理 因為他們就年紀很小啊 然後可能看到鏡頭也會緊張 所以就覺得 就好像有那種句點歌的感覺 句點歌 句點節這樣 可能是我比較親切吧 還是你廢話比較多 我慢慢地開導他這樣子啊 對啊 你就是引導 講出他想要講的東西 是是是 那接下來想要問一個是 你們兩位有沒有自己可能 很喜歡的國外的求援這樣 我其實真的還好欸 我開始年紀大了 所以我就比較沒有偶像這種東西 但是就是會看然後 因為自己也有在打 像我這一次印象很深刻 就是女排的金牌戰 因為其實他這個比賽有點一面倒 但我覺得不是美國太不好 而是義大利真的打太好了 然後雖然說像我們這種民間的打球 就是跟他們當然差距是非常非常大 可是你你有在打球的人 其實你還是會去 就是說哇他這個手法 或他的哪些技巧 你會覺得太厲害 然後你想要學習 你想跟他看齊 所以就是在這個部分會特別去注意到這樣 對 那楚衣要不要拿出你的 那今天我帶來這件14號的球衣 日本隊14號 大家就知道我喜歡誰 我喜歡的是高橋嵐 哈哈哈哈 好失禮喔 之前喜歡的是石川隊長 對 所以才會買這件 這應該是2019 那時候就日本採訪的時候買的這樣子 14號 我一直講是高橋嵐 石川有師 那真的是隊長嗎 之前喜歡石川隊長 那這次覺得高橋實在太帥了 然後我就一直想 因為我不玩第一場日本的那個男排之後 然後就是他們對德國 後來輸掉那一場 我就去滑一下大家的一些討論這樣子 然後 然後我就不曉得為什麼 應該是有看到有人講高橋嵐是王子啊 所以我就後來就講說他是阿蘭王子 後來才發現居然只有我這樣講啊 阿蘭王子都沒有人講這句話嗎 沒有 只有我講阿蘭王子 然後大家就開始說 哇這個主播怎麼這麼喜歡高橋嵐 居然直接叫他是王子 笑噴這樣子 我說 不是大家都這樣講嗎 我只是照著他講 沒有 真的是你 我後來我後來看完這個高橋嵐的比賽之後 然後就每一場比賽都去追日本龍神這樣子 然後我還分享給我女朋友看 我就說你看你看看這個12號實在太帥 是不是真的很帥是不是真的很帥 然後他說 還好 他比較喜歡14號 然後我就跟他 我就秀給他 秀給他看說 你看我有14號的球衣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為什麼你可以有14號的球衣 然後我就說 好不然接下來我們去看他的比賽好了 看14號的那個比賽 他說要去義大利 我說你居然知道要去義大利 我的天啊 所以他真的有在follow 他真的有在follow 那我說那我們就好去日本聯賽 因為阿嵐王子回去日本聯賽 這樣子要兩邊都跑 要看時尚要看高橋嵐 對對對對對 也OK啦沒問題 沒問題了 背來背去沒問題 對所以我之前喜歡14號 14號 現在喜歡12號高橋嵐 這個轉變只是因為高橋嵐長得很帥嗎 不是 是因為他真的打他 我是被他的那個防守 他的防守真的很圈粉 我喜歡看防守 我也是不瞞大家說 我也是阿嵐粉 他那場八強算 算大家PTSD又上來了 對八強對那個 對義大利 他那個防守實在是像鬼神一般 除了那個Yamamoto之外 就是高橋嵐的 你知道嗎 哇天啊 那個後場鋪來鋪去 根本就是第二個自由球員 然後那個舉球 舉給那個石川的時候 那個球上去是有愛心的 你知道嗎 上去就有愛心 然後打去 砰一分 後面沒有愛心喔 有我有幫他比 好輸掉之後就碎掉 對就心碎這樣子 沒辦法 這就是比賽 對啊 那滿好奇 假設你有機會可以訪問到 你的前偶像石川柚西 或是現任偶像高橋嵐 你會想問他們什麼問題 我想要問 請他們跟幸運主播告白 沒有啦 一直跟你告白幹什麼 我想要問就是 阿蘭王子說 請問就是因為 常常我們可以看到 日本隊的比賽 他們在每一局的後段 可能讓那個舉球員 關田下來之後 暫時他按下來之後 阿蘭就會變成 誰要去支援舉球一下任務 這樣子 所以我很想知道說 他舉球給石川的時候 到底心裡都在想什麼 會希望說他舉出去的球 那石川在扣在打的時候呢 他心裡會有哪些的想法 這樣子 可能是告白之類吧 這就舉得真好 daiski這樣子 我想要問他這一點啦 因為如果問他一些什麼 有沒有想要來台灣 或什麼之類的 就太normal 我想要問他說 再舉給你的隊友打 然後如果當你的隊友得分的時候 你當下 你身為一個有點像是 支援性的舉球員的時候 你的心裡有什麼樣的想法 嗯 好希望有朝以日這個問題 可以真的被問出來 是 有朝以日可以實現這樣 好 那我們聊完那麼多 巴黎 不是巴黎奧運 整個奧運的 有趣的話題之後 我們最後還是想把話題 稍微拉到國內一下 瞬間變得有點嚴肅 首先想先問說 因為剛有說 艾爾達其實也轉播很多 國內的比賽嘛 然後也是做了很多現場的內容 那也蠻好奇說 你們有沒有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情 跟國內有關的事情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這樣 國內其實我比較少採訪 可能儲玉機會比較多 那我之前也有訪過HVL的 那我剛有講嘛 因為通常我覺得 高中球員可能太年輕 然後面對鏡頭會緊張 所以通常都不會得到太好的訪問 但我印象非常深刻 但我已經忘記是哪一年了 內湖高中的五位主力球員 他們都超級會講話 而且他們的講話 不單單只是會講話 他們講出來的東西是很真誠的 而且就有點像 儲玉前面提到的 就是那種很熱血 然後你會覺得說 就是兄弟聚在一起 然後其實你也不是為了什麼冠軍 你就是為了彼此 然後那種團隊的那種感覺 然後當下我也是訪問之後 我超熱血的 然後甚至還幫他們剪了一個小短片 就是只有選手 因為通常我們新聞會有記者過音嘛 然後我就幫他們剪了 就是他們講的話的一個重點 然後把它串起來 然後現在每年 那個臉書都還是會回顧 每次我看到那個影片 我都還是沒有移目笑 我就是都還是覺得說 天啊他們那時候的 那種團結的心情 因為他們現在 因為也畢業了很久 然後有些搞不好 其實已經沒有再繼續打球了 但是你再回去看那個影片 你還是會覺得說 哇當時的那種感覺 就是他們應該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即便他們可能現在已經沒有在打球 有些可能就是出社會工作 沒有在接觸排球 但就是 這是真的很珍貴的回憶 所以那一次的訪問 算是我國內 雖然說我國內採訪排球的機會不多 但是這個採訪 真的讓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種學生時代給人的那種感覺 那種熱血感 或是真誠的感覺 真的都會 不論是在選手本身 或是被訪問的人 都是蠻深刻的一個回憶 對 是他們封王那一次嗎 沒有沒有 他們那時候成績沒有到真的很好 是在更前面 哇我跟你 他們好像 相當有默契 好像是那個 因為決賽不是就六強嗎 他們好像是六強第一場比賽其實就輸了 然後最後好像就是打五六名吧 但是我有點忘記最後的結果是怎麼樣 對 我在準備的時候 我也是在想到說 109年那時候那個內中拿到冠軍那一屆 哇天啊 那一屆他們的那個球員教練 到整個團隊的運作 真的非常非常的有默契 那時候我們就是 他們在打副賽的時候 我們去應該是高雄 去高雄才幫他們副賽 結果呢 那他們副賽的時候跌跌撞撞 拼到最後一天才拿到那個六強決賽門票 因為我們要確定說他是進到六強 才比較好去製作他的專題 不然 他如果沒有進製作的話 就比較沒有這樣的一個意義在這樣 所以他確定拿下來之後呢 就趕快去問他們的 那時候教練是吳弘斌 然後還有 他們那時候其實還有那個謝雅仁 是他們的助理教練 就是短期的這樣子 就請他們幫我們介紹一下 然後吳弘斌教練 天啊 這是人如其名的 文實冰冰 超會講話的 就是他就跟我開始介紹說他們球隊的運作啊 然後而且還有 印象很深深 他們那時候那個舉球員啊 是怡主 國中是怡主上來的 叫劉少羽 啊 當然王牌就是瘟毅凱 對對對 喔那 瘟毅凱那一屆真的是 非常的鬼神 所以我就覺得 天啊 他們這次球隊非常的有 溫馨感 可能像你講 他們那個團隊的那種氣氛 就非常非常的凝聚 而且是 真的每一場比賽是享受 在那個氣氛裡面這樣 所以到了六強 好像是打華僑贏 然後四強就對風傷 在對風傷之前 我想沒有人會看好他們拿 對 能夠斷風傷的一個連霸之路 那時候風傷已經七連霸了 對 所以在打贏之後呢 文德路之戰打那一攻 哇 又又打到冠軍 所以我覺得那一屆真的是 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然後後來 我有在自己的那個 呃 部落格有寫 就是他們的一個故事這樣 我就覺得哇 每次 呃 有時候再去回顧一下 他們一個 歷程啊 會覺得特別特別的感動 也是為什麼我這麼喜歡 採訪HVR球隊的關係 因為你從 預賽 他預賽的話 可能是在每個學年 剛開始 11 12月的時候打預賽 你會看到 大家 不知所措 就連那種傳統強隊 他們因為 又換了一些 一批新的人進來 會有很多的磨合在裡面 跌跌撞撞的這樣 對 然後到了副賽的時候呢 可能是慢慢的開低走高 對 然後到了決賽的時候 哇 變成完全體 真正的在六強當中來廝殺 那種感覺 會覺得 每場比賽都是 很難去預料這樣子 所以特別熱血 感覺學生聯賽 更可以看到那種 他們從一個 排不成熟的 然後面漫茁壯的這個過程 嗯 對 更加熱血 我每次都喜歡問他們說 所以你們過程 當然要吵了幾次架 然後他說 廚藝棍你比較穩 每天都在吵 哈哈哈哈 小孩子 嗯 好可愛 好的 接下來最後倒數幾個問題 就是嚴肅一點的問題 因為兩位都是非常資深的 體育工作者嘛 那 就是跟我們之後排球相比 你們也是看過各種不同的項目 看過更多東西 所以也 對於排球的話的 想聽到一些不同的觀點 就蠻好奇你們覺得 欸 就是 第一個想先問說 你們覺得排球這幾年的 關注程度 有哪些轉變 那再來就想問說 你們會希望他可以 走到什麼樣的樣子 這樣 這問題好艱深哦 前面一個問題的話 我覺得因為隨著社群發展 就是像我剛剛講的嘛 Threads上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在 要求要有轉播這些 所以你 雖然說有時候他們用詞蠻激烈 但是我覺得這是個好事嘛 就大家都想看 也跟我們一樣 不然以前我也會覺得說 排球迷好像很少 然後永遠好像就是 我們兩個在要求主管 其他人好像也都沒有在關注排球 所以我覺得 好的就是我們看到越來越多人 其實是想看排球比賽 不管是國內的 或是一些國外的 定級的球賽 所以我覺得這是 可能也藉由社群的發展 讓喜歡排球的人就變得 他可以一起去討論嘛 大家一起說 為什麼沒有轉播 然後大家一起說 那有什麼別的方法可以看到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 越來越多人 開始喜歡看排球 而且我聽說 其實好像打排球的人越來越多 因為打排球其實 因為你看羽球 它就是一個很簡單 我只要兩個人就可以打了 那排球你一定找 至少要12個人以上 那你一定又不可能只有12個人 因為你一定要休息輪替這樣 所以其實都要一次要找很多人 所以以前都覺得說 好像打排球很困難 對 但我覺得現在好像 這個風氣也越來越盛行 所以我覺得 針對這個問題的話 會覺得 這是我比較明顯感受到的 那至於說我希望以後 台灣的排球環境 能夠變成什麼樣呢 我覺得先不要要求太多 可能我們自己愛爾達好了 我會蠻希望我們的老闆 也喜歡排球這個運動 然後也知道說 排球它本身就是一個 很有魅力的運動 那 只要你願意去轉播 一定會有更多人看 收視率一定會很好 所以我希望說 欸 我們老闆也知道 排球其實是一個 很值得投資的項目 我很想讓我們老闆看到 日本男排的顏值 你那邊不是有做新聞嗎 有啊 所以就是希望他看到啊 但我覺得他應該不喜歡 高橋藍這種比較奶油 感覺他應該會比較喜歡 這種西田之類的 那就剖西田啦 好啦好啦 對 希望老闆看到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當然 因為老闆有老闆的角度嘛 所以當然還是一些主流 比如說籃球棒球 這個本來就 對 可是我覺得 如果我們的老闆 或者說更多 譬如主管啊 也知道說其實排球 他的收視率也是蠻有可看性的 就是很有未來性 越來越多人想看 對 那我就覺得 欸 從我們自己 可能包括像我跟廚宇 就會欸 時不時的 去跟主管講一下說 欸 這個比賽有沒有要播啊 很棒哦 或者是以前我們就會講說 HBO 因為像我們也有播HBO嘛 因為它是綁在一起的 HBO就是從 預賽就是開始播 對啊 但是HBO永遠 我們最一開始還是 決賽才有播 連副賽都沒有 副賽是後來進步了 就是突然在某一年 從副賽就開始播 但就覺得說這個關注程度差很多啊 所以我就覺得 欸 我們可以從我們自己做起 我們沒有辦法以下去 改變整個環境 因為那不可能嘛 對 我們從我們自己做起 然後媒體 如果老闆願意 我們多轉播一些場次了 那可能包括 像我們也有播歐錦賽嘛 那沙牌我們也播了一些比賽 對 所以我覺得如果可以越來越多 那就是造福台灣的觀眾 然後就會越來越好 嗯嗯 對 那廚宇有什麼看法呢 我覺得 我覺得先跟國內的排球員 還有排球媒體 排球人來講 珍惜生命 請遠離靠北排球 這是要跟窮文說的嗎 沒有啦 開玩笑 哈哈哈哈 這個這個 因為我覺得 我們還是有一直在做很多努力 其實 我們努力 我們不會一直拿出來講說 我們要爭取轉播 我們要幹嘛幹嘛幹嘛這樣 然後 轉播的一些過程當中 你讓 那對觀眾們 要對我們一些批評指教 我覺得都沒有問題 這都是合理的討論 都是OK的 但是不要有任何的謾罵 或情緒性的字眼 這個覺得都是OK的 那 我其實蠻希望說 大家在國內的排球圈 其實是可以比較有正能量的一個循環 你知道嗎 就是 你今天 雖然說你看到很多不好的 我們不可能轉播永遠都是100分 我們也不可能做到100分 一定都會有可以受公平討論的地方 你給我們意見回饋 我們都會虛心接受 但是 如果有好的地方 全打得好的 你會給他們稱讚嘛 球隊做得好 你也會給他們鼓勵 那像是 主播不一定要鼓勵沒關係 但球評一定要 球評我覺得 我們找來的 絕對都是我們合作過 覺得很OK的 所以呢 絕對不要來罵我們的球評 如果球評他有做不好的地方 我們來罵就好 我就跟他講說 你下次不用來了這樣子 我們都會討論啊 因為每場比賽包括奧運或是平常我們那些賽事轉播 其實比賽轉播完之後呢 球評跟主播還有我們的長官 我們都會針對比賽的過程當中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或是可以在改進的地方來做一些努力這樣子 所以轉播這一塊其實我們都是會願意接受大家給我們的建議 但是沒有辦法說 你給的我一定非得做到 這是要跟大家講 你要求的不見得是 我們非得再做到 但是我們會納入參考 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我們會聽 可是如果沒有做到的話 請你也不要一直說 我在講什麼你都沒在聽 因為這個是很難的 因為你講的不見得對方 其他人會喜歡 那其他人講的話你不見得會喜歡 所以這是很兩難的事情 所以希望大家其實是慢慢的去珍惜我們現有的一個環境 像是我們今天不斷聊到奧運的話 這一次是全場次轉播 大部分是原因沒有關係 可是有中文有全場次這都是進步 希望它會變成是一個常態 那再來的話呢 其實像最近我們的暑假期間U20 U17 我們的青年隊 青女隊 他們在國際賽成績也非常非常的出色 非常非常理想 所以我想這是未來大家可以去慢慢的去關注到說 其實我們還是有 這也是我個人的期待 有更多的這種黃金梯隊 黃金世代可以慢慢的崛起你知道 對這個要鋪梗 待會等一下的話會有這個抽獎環節 哈哈哈哈 我是希望說大家可以慢慢開始關注到說 其實我們還是有蠻多的新的黃金梯隊上來 所以我很喜歡關注高中的大學的 U17 U20這都是我們採訪過 也是期待說他們一起啦 他們團隊裡面呢 會有一些些的共鳴 看到日本隊可以打進奧運 韓國隊可以打進奧運 我們台灣其實應該也可以 嗯 我覺得有生之年系列 我很希望能夠看到中華隊在奧運的殿堂上來打排球 天啊我一定會爆哭你知道 絕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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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這個希望嗎 有 哈哈哈哈 不要再放空了 我沒有放空啊 我只是在考慮我要怎麼說而已 是是是是 所以希望說我們的年輕人啊 當然希望啦 他們小時候的訪問嘛 他們小時候就是以奧運為目標欸 而且是以奧運奪牌為目標欸 我覺得他們小時候 最近有這樣的一個願景在心裡的話 其實我覺得我們也可以去洗腦一下 小朋友們 你要以奧運為目標 我覺得最基本 應該說近距離的目標 就是2026的鳴谷亞運 嗯 我覺得我還蠻希望說 因為我們現在有一個新的EP出來嘛 U17 U20出來 剛好兩年後 可能他們都變國家隊的主力 嗯 蠻期待在鳴谷亞運的時候 男女隊都可以以衝擊四強為目標 嗯 這是一個階段性目標 如果他們能夠在鳴谷亞運 欸 衝擊四強 不論有沒有躲牌都沒有關係 可是至少你重新回到亞洲的前四強 Top4 你要去挑戰奧運 其實不是那麼遠的目標了欸 嗯 對 所以一步一步來 年輕人交給你們了 哈哈哈哈 就是覺得第一個是感覺 還是希望大家能保有這個夢想 但我覺得有這個夢想的話 也希望大家是多給予鼓勵 而不是一些 媽媽或是質疑 我覺得 謾罵是可以啦 但是就是你要言之有物 就這個東西不管是對酬勇 或對媒體其實都一樣 我覺得批評可以 但是 講話可以不用 就是講話有講話的藝術 就是你如果講話 你批評我就已經那麼難聽 你覺得我聽得下去嗎 如果你媽這樣罵你 你聽得下去嗎 就是 你要批評我 你可以用一點好的方式嗎 你知道我在奧運期間啊 有大概三句話會惹火我你知道嗎 一個就是不懂就問 然後第二個就是 難道只有我覺得 對只有你 第三個我忘記了 太神奇了 好 那我們就希望大家多點 多點鼓勵 多點包容 多點 對 還是可以批評啦 真的還是可以批評沒關係 就是 我覺得換位思考啦 我覺得很重要 我覺得奧運期間 我也深有這種感覺 覺得 嗯 大家還是要理性一點這樣 我覺得 他們 就是這種 專員專員是沒有太大的幫助 對啊 大家如果都只是想要更進步的話 就可以用比較 正向的方式來鼓勵彼此 嗯 我覺得我們 媒體工作人 排球員 還有 整個電視台 其實現在特別需要 大家給予 呃 肯定 我覺得我們其實這次 巴黎耀運做得是非常非常好 嗯 有符合大家的期待 這不是我自己在 在誇獎 可是 因為大家的反饋來講的話 因為 現在變得說 你越高的一個高度的時候 大家罵的就很多 對 可是其實我們很希望說 你支持我們 或者是你沒什麼意見 覺得說 這樣就很好啦 其實你還是可以跳出來 要護航也好 要幫忙我們站下也好 其實要讓大家看到說 其實我們還是有做得不錯的地方 當然我們還是有做得不好的地方 但我們一定會繼續努力 那給我們的一個意見反饋 其實我們都會納入參考這樣子 嗯 對 好 那今天就非常謝謝欣雲跟楚瑜 來到我們的場外說 真的是蠻特別 真的是我們第一次不是邀請球員來 那除了剛剛前面提到很多奧運的一些貼身的故事之外 那包含可能對於一些媒體的看法 對於體育圈的看法 也都是有很多不同的觀點 那當然很感謝艾爾達 就是提供那麼多精彩體育賽事 還有兩位是那麼多 那麼努力去爭取 排球的更多的曝光 對才可以讓這個環境 主管我想播排球 我要播排球 這會像球嗎 是不會啦 我們都會試著去施壓 排球呢 就問一下問一下 台長我們的台長在奧運前 你們知道已經出發了 然後他就有一天來問我說 楚瑜 你覺得我們排球要播幾場 最近大家都一直在念 我說全播啊 尤其是日本隊 一定要播的吧 你看那個 我就一直跟他講說 你看 你看今年的VNL 最近幾年的VNL 他們成績這麼好 收績非常非常高欸 半夜打收視率也很好啊 而且我要講 剛剛 剛剛清雲姐講到的 HVL跟HBL 排球跟籃球 我們每年都有製作 球隊專題 排球的專題的點閱數 還有那個整個KPI達成率 是比籃球還要高的 真的嗎 真的 哇 因為籃球你從 預賽就開始做 專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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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那個力道有點被分散掉 而且太多人在做了 太多人在做 都有人在 每一家電子台都在做 所以 我覺得HBL當然也是很好看 沒錯 可是我覺得其實資源上 HBL 應該也不差 而且也是非常好看 而且也證明了嘛 其實台灣看排球 高中排球是有人在了 對啊 是很有潛力去繼續發展這一塊 對不對 那當然也希望大家各位聽眾們 各位觀眾們 也是可以多多 用各種方式支持大家 這樣子 就是有更多排球迷的支持的話 才會團進團越來越好 那也像剛剛說的 才有可能有更多的內容 可以給大家看 沒錯 好 那非常感謝兩位 那我們就 啊 也期待洛杉磯奧運 知道了 好 先從亞運好了 亞運 奧運的更多精彩內容 對 好 那今天就非常謝謝兩位 我們下一集節目再見 拜拜 拜拜 這個是我們今年 這個中華民國排球學會推出來的 年輕的國手的套子 包括這個框化 還有資料夾 那U20的男排跟女排 這個時候 一共兩組給大家 其實我覺得這個抽獎規則 就蠻簡單啦 就是大家到VOL的那個粉專 到VOL粉專去留言 你想要跟U20男女排 或是U17男女排的哪些球員 講什麼鼓勵的話 就可以獲得抽獎資格 那一共會送出兩組 兩組的套組裡面呢 包括了這個框化 各一個 還有資料夾 然後還有球員的手冊這樣子 所以這個抽獎的辦法 還有細節 我們就到VOL的一個粉絲團裡面 去尋找 那就有兩個機會 兩組的一個套組要送給大家囉 賬品非常豐富 而且來賓自帶禮物 對啊 怎麼有這麼好事情 那大家歡迎永遠參加潘玉武的活動 好 謝謝 不然我要拿去電泡麵囉 哈哈哈哈 好失望喔